劇場的表演本身 主要一個特質應該是劇團本身的凝聚力 那如果是劇團的團員都流動得很大的話 那可能這種內聚力就很難以產生 當這個內聚力很難以產生的時候 他要去行購一個比較好的演出 就會越困難 首要一直讓我最喜歡的還是第一個作品 那是我們兩個都還在幽的時候的第一個作品 《菩薩天門》吧 首要我一直想找他去做個戲 因為他那種那種感覺我覺得蠻漂亮的 天雲的心情 我沒有好好的歌 我沒有記憶 你沒有記憶 我推出歌曲 你沒有記憶 他其實那個表演形態在那麼早以前 在他出國之前什麼就已經定下來了 就是那個時代喔 那種有一種那種陰跟陽之間的一種 一種一種一種病濟 鋼柔病濟的那種身體 我覺得蠻漂亮的 他非常用功 可是他到現在沒有給自己建立一個體系 從他最近的做的一個表演來看呢 就是說 反而看起來蠻 還有點亂亂的 對我來說 在幽劇場的那段階段呢 嗯 他是我的一個比較啟蒙的階段 你同意嗎 同意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沖繩維京生其實我會把它歸類成那個時代裡面的一個例子而已 所以呢我會覺得在那個階段我的啟蒙不只是我的劇場的概念上的啟蒙 我的政治的思想的啟蒙也在那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很幸運 我可以經過那個過程 然後我也知道可以有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有這樣子的不同的意見的表達 所以對我來說我之後一直受到這些東西的影響 我覺得那是啟蒙,對我來說很大的啟蒙 MING PAO CANADA 夜長夢多那時候選手要來演 其實完全是基於型的考量 因為我需要一個 就那個角色是一個很年輕的 一個左派的學生 非常非常左 非常熱情 那我覺得我看手要的表演 我覺得他裡面有一種Energy 那種Energy就是一個 小劇場演員有的 可是學院的演員基本上沒有 再這樣這個角色的戲 實際上只有一場 但是這一場很長很重要 在這一場裡他整個 整個power要完全出來 所以早上我就覺得說 他可以一講話就 他的能量就提到一百 然後就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就完全是這種雪氣方剛的 這個角色的個性 現在我來到這裡 我說話的聲音沙搖 我為我太疲倦了 我明白鬥爭很辛苦 可是我不會抱怨 因為我就是用這種方式 來證明我是一個頭大的男子 我覺得理想性格可能 我現在會在想 的確會有 我現在回想起來的確是會有 可是問題是說 當然常常會讓你會覺得 這種理想性格呢 會當然有正面跟負面的影響 有時候我在美國的時候呢 我發現他們裡頭的那些 就是在做一個 所謂的off-off-roadway 或者說在一個劇場裡面工作的人 或者在舞蹈圈工作的人 他們的一些概念跟理論 我完全都聽過 而且我完全都可以 懂他們在說什麼 而且更好的是說 我只要買票去一些戲院 我就可以看到 印證到這樣子的表演 所以呢 我可以相信 我可以了解 我可以在那裡呢 我不斷地可以有feedback 就是我很多的回饋 會從那裡出現 可是我覺得從他的用功 以及從他的 對表演上面的 就是說每個階段不同的變化 而且這種變化裡面 看得出一種進步的話 我覺得他大概年紀再大一點的話 會比較能夠有一個 自己的一個風格出來 不過在台灣是蠻難的 因為台灣這個環境呢 其實是不太容易讓一個人 能夠慢慢地發展起來 他比較能夠說讓一個團體 一個劇團 能夠就是好像很有名 能夠就是好像很有名 就是好像很有名 就是好像很有名